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讓各位就比較會了解一下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剛才這位先生提到 集中在這一個思塑 不 在永春皮 而不要分散到 擴散到思塑山 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思塑山我們就畫龍 我們點個眼睛 那永春皮就是眼睛 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你只知道這個重點就抓到了 我們人的養生有三個理 生理 心理 還有一個叫哲理 哲學的哲 我從永春站走過來呢 我第一個就看到有個宮 叫做松德宮 然後什麼原因 因為我要吃早飯 我要找地方 那一頓就有很多吃的 那個就是生理 就是你 那空氣新鮮很好 那心理幹嘛呢 那心理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是有像郭老師所說 有那麼一個大的世界觀 有關心到這一些人的互動 像很多人都很關心這一件事情 那你男的腦袋就在動 那你就有照顧到 然後那哲理是做什麼 哲理呢是說 如果說我是一個全球的角度 我是一個全球人 我看的不只是台北而已 我看的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 那現在全世界是一個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還可以再回頭來講 就台北市來講 我們把那些生物 逼到那個角落去啦 在從前我們說 凋雜到很多很多動物呢 我們把它叫做熱點 就是說這個叫很多很多的生物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不是熱點 是什麼 是避難所 那你如果說你的哲理呢 是說我的生物哲理 是說我是不是可以花點慈悲心 讓他們呢 更生活的自在一點 那我讓他們好一點 那麼剛才提到的那個廣哲 廣哲 廣哲 那有很多的大樹對不對 那我們人也要用那塊地啊 那樹有啦 當然這一些所謂的黑棺馬路啦 或者是所謂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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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藍 藍鶴啦 或者是什麼 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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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這樣住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做一個空間規劃 把那些樹呢畫一畫 畫出一個廣道來 那這些廣道呢 就變成是樹住的啦 而不是我們人住的啦 那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們人都可以去想 那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哲理 當你用關心的關懷的角度 去處理的時候呢 都可以把它處理好 現在就回 我們就回頭到我們的這個永春題啦 那永春題可以做些什麼 更廣泛的使用 這裡有提到啦 剛才提到的滋鴻對不對 有生物對樣性對不對 還有呢各位可不可以生活得更好呢 還有呢從這個範圍到底要多大 就我從早上從這個永春那樣子的捷運站走過來 真的很舒服 我可以看到很大的大樓 我也看到呢可以看到很小的店面 然後還有很多時候 有一個這個賣的主角的叫做安扣什麼的那個 安扣如 安扣如啦 欸我看那個中文名字我看不懂 那為什麼那個店名字就捨不安扣如 然後看了英文的話我才知道說 原來是盧叔叔賣的店就對了 那這個就是文化 所以這個地方呢有這樣子來講 我腦子呢就有很多人的衝擊 我就不會失智 那我這生物都會就很快樂 那所以我會想說 如果我要把四座山等等都放在一起的話呢 我認為現在最危險的最危機的動物呢 是白皮鯨 因為牠就在地上走嘛 然後呢松鼠還有在上面跳嘛 所以我沒有把整個四座山呢 就把它弄成一個白皮鯨的保護區呢 這是我的幻想 我說各位有心肌肉 我們就來再把這個讓柯市長的頭痛一下 我整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從我自己個人的角度 我養生的山裡我都把它做到 然後呢讓我呢有慈悲一點 讓這個環境呢再多功能使用 好 這個我看的話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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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